注意看 这头长颈鹿在讨要吃的 它只怕有那个射牛症 直接将脑袋伸进车里找吃的 却将车里的女人吓得不轻 惊慌失措的想关车窗 怎料长颈鹿脑袋 还没来得及出去呢 只听噴的一声 车窗玻璃就被卡爆了 玻璃渣子满天飞 长颈鹿也被吓得不轻 野生动物们性情简单粗暴 可他们近距离接触时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这不一群胆大小伙 直接将车停在狮群中 一群狮子在路边休息 一只小狮子好奇地上前转悠 水亮下一秒 小狮子直接把车门打开了 这是开开计时 人瞬间尖叫 挤在一堆 太好有人手快关上车门 钥匙反应慢一点 一秒让他们看见奈何桥 人们都喜欢和动物们近距离接触 却忘记了猛狮们凶残的本性 都说距离产生美 千万不要一时好奇 与动物亲密接触 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